大家好朋友晚安 来关心天气状况了 我们来看号桌机身上 这个是在台东复山海域这边 你可以发现台东今天天气还不错 多云道晴 而且呢是下了一点雨 不过最热的地方也出现在台东了 今天全台最高温是在台东的泰马里 飙到了37.4度 那台东金轮也有37.3度 那首先我们先来关心 二号台风马力丝已经生成了 不过呢大家说它是一个短命台 因为明天它就要碰到陆地 到时候可能又要减弱成热堤 那为什么要关心它呢 你可以看到慢慢的之后 可能会朝台湾靠近 而且呢虽然呢它会减弱为热堤 但是它的水气是会跟 即将影响我们的这个封面 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水气是会更加明显 我们从降雨趋势图要详细来看 这封面的影响之下 六日两天雨是最多的 你可以看到全台湾都有雨之外 可能都会有大范围的出现 局部的大雨或者是豪雨 那周日的时候也有可能会有 局部大雨跟豪雨要出现 星期一的时候呢 整个封面到了巴士海峡 水气才减少 所以几个懒人包 我们要提醒给大家了 这个要小心六日两天外出的话 一定要带伞了 瞬间的暴雨都可能会出现 那尽量也不要前往山区了 因为土石都比较松软 金马地区呢可能会有浓雾 就要注意一下航班的资讯 嗨 大家好 我是颖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